會啊 因為老講 兩岸問題一直是民眾 包括了選舉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民眾投票的一種想法 所以民黨之前一直打都是抗中保臺 一直很多次選舉都是如此 但今年沒有所謂抗中保臺的問題 就開始改打 剛剛哥哥講的安全感 安全感的問題 信賴感的問題 你是不是叛國的問題 你換另外一種方式來講了 但是我要先講 第一個我先轉述馬文君委員的話 我覺得非常重要先澄清 他說錄影黨的證據 交給了韓國駐臺代表處 是希望南韓政府能夠調查處理 相關人員包括郭喜疑似 詐欺中華民國的事件 希望不要有人在床中不當得利 所以他整個過程當中 而且是沒有機密問題 這是國防部說的 再第二個是有請調查局調查 並且是透過外交部的方式 來取得了韓國駐臺代表處的 聯絡方式一切公開透明 這是馬文君委員的講法 當然我要講 我對於一個立法委員監督 這個國會包括預算 我認為這個是合理的 但是因為這事情屬於國安機密的問題 我講一句話 沒有藍綠黨派的問題 所有檢驗單位就是嚴查 任何人只要有造成這個洩密 甚至是有國安危機的 絕對是嚴辦 這個我不會去討伐任何人 但是馬文君委員講這句話 我覺得民眾也必須要了解到 因為不是單純都是像民進黨很多的 委員講 包括綠營講的 國民黨就是賣台 馬文君委員就是賣台 我覺得很多內部的東西 我覺得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 再第二個我要特別講到賴清德副總統 副總統的影片對 激進可能不太好啊 他回憶的事情 好像只記得他想記得的東西 其他東西好像片段都不去講啊 先講一下 2001年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立委林玉芳委員 2001年 他在立法院提案了 叫做國建國造政策 在2002年的時候 立法院通過了該提案 當時有130位委員簽名支持 包括賴清德委員跟民進黨委員 當時都同意在2002年的時候 後來到了2005年的時候呢 編政府那個時候的行政院 潛建國造小組 居然直接改變答案 宣布放棄潛建國造 然後行政院院會通過了 潛建國造的決議 並且刪除了國防部編列的 潛建國造預算 是當時的編政府三列的哦 請問一下那個時候 民進黨的很多立法委員 跟賴清德態度是什麼 支持三列 他們支持把潛建國造預算給三列掉的 而國民黨當時反對的是什麼 反對的是四千一百二十一億的特別預算啊 因為為什麼國民黨的時候反對 因為這個預算是長達十年 而且高達四千多億的預算 但問題是當時行政院院長 尤錫坤在提出這預算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告訴立法院 所有預算的內容啊 那時候連潛建的型號動位都不知道 就叫立法院買單開公投支票 讓當時的貶政府能夠為所欲為 所以對於在野黨角度 不要說國民黨啦 當然是反對嘛 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 情況之下給你這麼多的預算 但問題是國民黨不是反對潛建 也不是反對國防 因為相關的爭議 包括了潛建可行性評估 在2007年的國防預算中 相關預算在立法院就獲得通過了 國民黨一樣讓你通過 只是希望能夠說清楚 講明白捍衛民眾的權益 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嗎 但在清德副總統 他只記得啊你們國民黨黨黨我啦 可是光那一句話 剛才創下意思說那個重點在那一句話 什麼國家被你們搞完啦 他們現在就一直放這句話 民黨很厲害啊 他重點裝得很好 進行委員還有個內幕 賴欣哲選的那一天 還是有特別的意義對不對 你其實可以補充一下 民黨選舉就是厲害嘛 他講了這麼多 非常棒 你介紹一下 沒有迫 可以放一些廢洪泰的給大家乒乓一下 所以說我們的言語 語言教育工膽要加強 他吵架講重點 請問不要放廢洪泰 放一些廢洪泰 賴世保英勇的畫面啊 這東西我們講清楚說明吧 國民黨從來就沒有去扯台灣的後船 我們也沒有去擋所謂國防的預算 很多國防的預算編列的凍結 或者是等等的刪除 是根據當時的情況來做出決定的 國民黨的委員有做同樣動作 民進黨委員也有做出同樣的動作 所以不要好像 看到賴欣哲選舉到了 我把他之前 哇捍衛國家 捍衛台灣的影片拿出來 講得好像跟真的一樣 但事實真的是只有賴欣哲副總統 剛剛講的這一段嗎 還有很多的東西 我們也希望綠營能夠開城曝光 把所有的結果讓民眾所知道 我覺得還是公平合理的嘛 讓民眾得到完整的資訊 才是一個選戰正確的方式 而不是用以偏概全 以前是抗中保財 現在呢是什麼捍衛 捍衛台灣 共民黨是背叛台灣 這種主軸我覺得 雖然講起來有利 但是太簡單 太瞧不起民眾 我希望民黨接下來 能夠讓選舉更公平公正 而且不要用這些 我老實講 不是很入流的手段 來欺騙民眾 我真的覺得這樣非常的不好 今天現場的來賓裡面有兩位 一個是鄭浩 還有一個是俊宣偉 都針對這次淺見的事情 鄭浩說叫馬文君退選 然後面對司法 俊宣偉又提出像這樣一些的呼籲 鄭浩為什麼 為什麼要他退選 他都已經解釋成那個樣 剛剛博弈也有提出他一些說法 我跟你講這很難不被抓了 我坦白講 因為這馬文君 博弈剛剛解釋 就是馬文君昨天的臉書貼文 這個臉書貼文 坦白講叫犯罪自白書 這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犯罪自白書 我們帶大一點 重要是因為馬文君解釋 解釋一大堆嘛 對不對 他要先解釋他怎麼拿到這個錄音帶 再解釋他有問過國防部 後來再解釋他給韓國 他只給了英黨 我不要去扭曲他所有東西 我一個個來講 你看他說什麼 他馬上拿到錄音帶之後 馬上交給國防部的常務次長 防茂洪中將 防茂洪中將看完後 把英黨聽完後 他說廠商惡鬥 沒什麼機敏資料洩漏 不至於影響潛艦介紹 建造 對啊 持顧問跟郭喜吵架 沒有特別的機敏資料洩漏啊 因為這些東西 他們兩個本來就都知道啊 可是當你把他們的吵架東西拿出去之後 那就是機敏資料 廢話 我們吵架會互接倉吧嘛 我跟上一副兩個人私下吵架 上一副笑我這個酒量差 我笑他這個小氣鬼 我們兩個吵架沒事啊 因為我們都互相接倉吧 可是李博一聽到把他拿出去 就大家都知道我酒量茶他小氣鬼啊 這才是蠍命啊 這是事實啊 對啊 這是事實 沒錯 你們喝的是哪一家的紅酒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都當事人嘛 那昨天菜那麼爛 魚都沒有拔刺什麼一大堆的 可是當時我們是當事人 我們在吵架過程當然沒有外洩 可是整個錄音檔拿出去 就有外洩的問題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馬文君那個時候把常務次長 防冒洪中將叫過來 跟防中將講說 中將我這個吼 你去的晚後 我明天要拿給韓國政府 保證不OK嘛 他是問防中將說 請問這個吵架內容有什麼 沒有因為都局內人嘛 實務上這兩個錄音檔 就是我昨天踢爆的 郭喜批評SI跟GL 還有池顧問與柳廠長談SI 這兩個錄音檔 因為我昨天故意留一首 因為我知道有媒體要報獨家 不想去破人家獨家 這錄音檔昨天媒體 報完獨家後 錄音檔那種明確指稱三件事 一明確指出SI公司 在協助台灣做潛艦 當時沒有人知道 是只有那一小撮人知道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點名有一個人叫做帕克 帕克常常看韓劇 就知道帕克翻嫖或譜 就是SI公司的老闆 叫做譜伍職 第三件事情 這錄音檔內容說 有數名工程師正在台灣 所以這個協助 並不只有紙上協助 外經牽扯到派員協助 這個東西第一件事情 持顧問跟郭喜吵架 他們都是局內的 當然沒有洩密問題 可是只要你拿給第三方 就是洩密三個明確資訊 SI公司 帕克還有庶民工程師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你把王軍接著寫 但是我覺得這是慶富案翻盤 所以我決定要查幣 他查幣我沒有意見 於是我在隔天 以國會辦公室的名義 行為法務調查局 並附上錄影檔請調查局立案調查 這段沒有意見 請問你拿韓國駐台代表書給他幹嘛 郭喜人在台灣 他是台灣人 台灣的法律對話要管轄權 你請韓國人抓郭喜要幹嘛 又不是你沒有韓國人啊 持顧問人在台灣 台灣法律對話要管轄權 他是西門廳開店 請問你跟韓國駐台辦公室幹嘛 完全沒有道理啊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釋這一段 你跟韓國人講幹嘛嘛 更遑論時序上是怎樣 一月馬文君給韓國 三月這些人被抓 六月見諸韓國媒體 後續發生什麼實務上的影響 一原本在協助我們的這組工程師 原本的工作基礎全部中斷 沒辦法繼續做 二未來想要派其他工程師來 沒有人敢來 這叫寒蟬效益 這實務上發生的事情啊 所以馬文君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洩命耶 他還確實造成 我們臺灣潛進國造的所有的拖延 這一塊 第二塊這只是我舉出來的哦 另外有個深喉嚨叫黃真輝哦 很多人都說黃真輝沒有跳船 他一直在幫馬文君講話 這叫有技巧的跳船 有沒有發現黃真輝料越爆越多 原本只說三千個檔案對不對 昨天跑去友台受訪 說這三千個檔案包含藍圖 文字人員資料計畫 這就大料了 一張圖出去馬上去牢就坐穿了嘛 所以黃真輝在想什麼 我們大家最近講嘛 艦長是第一個知道跳船的嘛 哪艘船要乘艦長最懂嘛 所以黃真輝很明顯嘛 他如果要幫馬文君的話 他應該一句話都不要講對不對 他幹嘛一直出來受訪 而且料越講越多 從錄音檔擴張到三千個檔案 三千個檔案跨張到藍圖 文字人員資料計畫 馬文君當然強調只有給錄音檔 是 可是黃真輝如果被高檢署傳過來 他變成這個案子的小肚主任呢 好就算黃真輝講的不對 光是錄音檔就我講的嘛 裡面已經有三大機敏資料嘛 請問馬文君怎麼可能逃得掉 素材公開具體建議啊 不用選連任專線面對司法 我覺得對他比較好啊 來來播藥會 馬文君委員的事情還是一樣 對我一開始講的 司法問題請檢查直接處理 絕對沒有包屁的問題 但是我想跟各位請教一個問題 什麼叫洩密 這個講得非常重要 馬文君委員將錄音檔給了南韓政府 我相信沒有爭議 都講了確定有 但洩密的定義是什麼 洩密的定義是馬文君委員 如果將這錄音檔給南韓政府 造成了臺灣的損傷 造成我們國防受傷 這個叫洩密 毫無疑問 但問題是 如果馬文君委員給錄音檔給南韓政府 是為了要請南韓協助處理 有沒有傷害臺灣政府 包括中華國防等等的情勢的話 請問一下這個算不算洩密 然後我在退役萬部來講 剛剛講到很多說什麼 馬文君委員做這些事情 造成了什麼國防 可能可能delay啊 講了很多 請問一下為了國防 所以土力某些特定人士是允許的嗎 我只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土力政府 土力臺灣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現在 包括南韓的一些技術人員 包括臺灣某些人士 他們是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請問一下馬文君委員 社會立法委員 把這事情講出來 讓南韓政府來協助處理 有沒有爭議 我覺得沒有爭議 本來就應該如此啊 而且如果他真的沒有錯的話 我只問一個問題 南韓的那些技術人員 為什麼回到南韓去之後被逮捕 可是就是有罪嘛 南韓政府也知道他這是有問題的嘛 既然馬文君委員提供錄音檔是證明有問題 是因為他們前面的潛水艇是德國做的 那些人參與的是德國 就是德國有技術轉移的技術保密協定 所以當你的訴諸文件之後 而且是國家情報院 國家情報院就叫我們國安局 當時德國求償 所以那家公司還打了 因為德國求償韓國 韓國把機密寫給台灣嘛 所以我來講嘛 如果單純的是 可是這個如果這個 不是你這個思維是韓國人思維 不是不是不是 這群工程師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韓國人思維啊 我在講 如果韓國人他洩密給台灣的政府 然後讓台灣的政府沒辦法做潛見 我覺得馬文君委員不應該 但如果是韓國人洩密給台灣的政府 然後讓台灣某些人能夠從中獲取暴力 我覺得馬文君委員就沒有做錯 這是我們的重點嘛 這是重點所在啊 我覺得不要那麼急啊 馬文君委員洩密的東西 夠不夠成泄密這件事情啊 有 法律上來講 所有的泄密是必須經過鑑定的 當然 因為這地方 這個讓我比較保守的 因為有點模糊 為什麼 因為國安部也曾經說 在當時第一時間說這些事件不涉及 不涉及機密 那如果國安部自己說不涉及機密 那這批東西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必須要先釐清 第二個是政治問題 就是馬文君委員去聯絡韓國代表處 這個是很少見的事情 我們大概沒有想過自己 自己國家的立法委員會跟 跟外國在台灣的代表處 做這種聯繫 而且是國情願的代表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到底洩密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就是到底跟德國二零九 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目前看起來 可能是跟南韓的SG集團跟LG集團 聯手開發的有關 新一代電池的東西有關 那那個跟德國有沒有直接關係 這個我們要稍微保留一點 要保留一點 也就是說 這裡面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這必須要有個共識 那這個國家利益在確定的潛艦 潛艦國造之後呢 大家是不是支持 那SG SI公司是不是幫助了我們在潛艦國造的一部分 這個應該是肯定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才衍生出 SI在引進技術的時候呢 有沒有違反南韓的國內法 第三個部分才是馬文君把這些東西提供給 給南韓代表處之後衍生的事情 那但是這裡面對國民黨比較辛苦的 要去解釋的 就是說他要講 馬文君沒有違反國家利益 這個會很不容易解釋 但是回過來 那個帽子一跨 因為 他講洩密兩個字之後 就已經沒有管後面是什麼 所以 南是南在什麼地方 因為SI真的有幫到台灣 就算他違反得到南韓的國內法 他還是幫到台灣 那是韓國人失誤啊 我的問題是不是 韓國的地方委員 我兩個部分 韓國幫到台灣是一件事情 但韓國人幫到台灣 有沒有圖立某些特定的人 這又是另外一件事 對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很簡單 大家不用天真到 覺得我們在做一個潛艦的時候 所有技術都是正規轉移 那都是undertable的很多 對嘛 網路上有人說 有這種思維叫破殼小機 還真以為所有都是正規技術轉移 有非正規跟不正 有正規也有非正規 也有處於模糊地帶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確保兩件事 尤其是海軍 一做這件事沒有違反中華民國法律 二做這件事有利於中華民國國家利益 至於他國法律關我們什麼事 老美跟蘇聯競爭的時候 藍邊技術偷來偷去 美國這邊人會說 喔這個東西因為違反蘇聯的法律 所以說 柏英你聽我講嗎 喔對 你聽我講 所以美國的國會議員 趕快跟蘇聯檢舉 你們有一批工程師在我這邊 趕快把這些人抓起來 老美有人敢做這件事 在美國還需要混下去嗎 因為他違反蘇聯的法律 反過來一樣嘛 中國去投美國技術 然後中國的這個勇敢的中國的官員說 喔這個違反美國法律 我敢跟美國當生吼 馬文君在幹這件事 確實這群人不符合韓國法律 所以在韓國會被抓 可是馬文君不是韓國的立法委員 他不是韓國人 他把我們的資料拿去給韓國 讓這些人被抓 那至於是不是洩密 我坦白講 你大家見人見識 我也沒有一定要讓大家覺得說 我講的對或我講的不對 可是我就很持平說 有三個關鍵訊息 一 SI在臺灣 二負責人叫卜物質 三庶民工程師已經到臺灣 大家見人見智嘛 對不對 可是實務上後面就造成人被抓了 所以我認為啦 泄密這件事根本不是來自於是有沒有利益受損或什麼 剛剛博弈講 泄密我的認知是 只要在網站上不是公告拿出去都是泄密嘛 應該是這個邏輯吧 或是說我們認知應該這樣吧 比如說我隨便走去中和區公所 跟陳范人講說你剛剛簽了跟我看一下 陳范人叫我去死嘛 對不對 普通人能夠看的 我認為舉得力很奇怪 你舉得力很奇怪 他是給國家政府 普通人能夠看的 是不是就是有公告才能看的 舉得力真的很奇怪 一件很簡單 SI要把這些人從韓國帶來臺灣 南韓政府會不知道嗎 知道 知道嘛 好 這件事說他來臺灣之後 有些做的事情 有沒有超過他的國內法 那這時候立法委員要不要去做檢舉 沒錯 這個是問題 所以我還是 可是你知道 這個是最衝突的地方 現在碰到的問題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打這個安全管 還有國會的問題是 如果他是無意的 那個叫做基本的涵養不足 如果他是故意的 那就嚴重了 不是不是 我覺得這很單純 剛剛講的 請問一下 假設 潛艦國道對國家留意 但是要圖利某些人 大家認為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可以啊 換言之我個人 不是不是不是 馬文鈞委員 不是我個人 馬文鈞委員認為不可以 陳范人有沒有錯 有沒有錯嘛 他認為這個東西應該是圖利是政府 而不是個人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中華民國的 馬文鈞如果交給台灣的司法單位 我覺得OK 就調查局那一段 對 他如果認為有圖利的話 現在是找韓國這個無前例 那你可以說 馬文鈞委員他沒有去找台灣來做相關調查 他有啦 現在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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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來就有嘛 他講說沒有加強調查 後來的時候請 包括這根的事情調查 他同時都給你 請到韓國 那這是法律拐牆權的問題了 但是問題是他希望韓國能夠協助 來調理 辦理調查 我不能說這對或錯 我想講的就是 這個當然有一個優先順位 好 那 那